拜登说是更加支援的支持 以把风火危机升温 逼得美国紧急出手 拜登下令全力支援以色列 包括美国最新最先进的核子动力航空母舰 福特号打击群航向东地中海 船身长333公尺 排水量达10万吨 夹排面积更超过2万平方公尺 等同三座足球场大小 可容纳90架舰载机 搭载超过4500名海军级人员 是全球最大航母 也堪称海面最强航母 各大巡洋舰驱逐舰也出动 外加扩大部署空军战斗机中队以及弹药 预计树田内抵达以色列 就是要打击甚至歼灭 头号攻敌哈马斯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美国率先呼吁 谴责哈马斯恐怖行径 但目前没有决议和行动 英国首相苏纳克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也遗憾以色列总理 那谈亚无通话 同样重申坚定支持以色列 这场引发冲突难以落幕 国际持续高度关注 在内新闻直播报道